大家好 今天阿王辣爆 就要跟大家辣黑暴揽 大家看到 十个多月的黑色暴乱 再加上三个多月 百日的防疫抗疫 我们香港从来未经历过 这么凄凉 这么惨淡的情况 首季GDP已经大幅下降 很多人都要被减薪裁员 放无薪假 很多人都要救救命 在这样的情况下 大家都很希望 现在的疫情一直一直 是趋向这个缓和 并且已经去到 单日零感染 已经很多人都很希望 社会尽快恢复生机 尽快店铺开 多些人走街 多些人光顺 多些人买东西 令到香港能够 在最低迷的情况下 去回升 正正大家都想 经济逐步恢复 下个 我未来的五月十日母亲节 大家都希望 有些生机 正正是这样的时候 这个黑色的暴乱 因为继继续威胁香港 恐怖主义的襲击 继续摧残香港 我们看看所谓民间记者会 已经公然是号召 那些黑暴 那些黑暴 那些手足 要集合 他们吹集结号 先轮五一 他们想搞 但是政府不批准 他们这个 是违反限聚令的诱行 不批准他们 他们一样照搞 所以大家看到 那些商场在那儿和理声 即是和理唱 那些马路就和理塞 在那些商场在街上 一样举着香港独立的旗帜 来去搞这个 违反犯罪令的集会集结 老实说 那些商场搞成这样 哪个还去行 哪个还去光顺 那些食屎酒楼 哪个还去出来聚一聚 喝喝茶 真是认真凄凉 现在那个黑暴 就已经不是一般的揽炒 在立法会里面 而郭榮鏗和那二十几个揽炒派 就说要反对郭歌法 一样要炒下去 虽然这个已经拉布了六个月 搞到立法会鸡毛鸭血 但是一百二十多个区议会的想委 这班黑暴势力 就联署去信给立法会里面二十几个乱港派的议员 说你们一定要揽炒下去 拉布下去 一定将郭歌法反对到底 一定要阻碍政府的各项施政 无论是财政预算案 凡是有警示都要拉都要反 结果就一起揽炒 再者立法会内的拉布揽炒 和社会上黑暴的拉布揽炒 其实是会内外互相呼应 我们看看最近这个揽炒已经升级 去到本地的恐怖主义的襲击 已经不断升温 不用说什么新鲜而辣的 BSE中学文憑史两个考场 都竟然被饿煲有炸弹 真的连学生仔考试他们要揽炒 不让你考 之前他们已经放声器 在市场外面就要想办法阻止交通 所以先一轮大家都看到了 在去的路面上出现斜路 林解游 扔那些 督爆汽车 那些是扔 跟着又扔汽油弹 很多无知的少年都参与 甚至也都有在商场 在831太子站去搞非法集结 最恐怖最恐怖最厉害的就是恐怖主义升温 去年6月后 警方已经按照情报 又扩获十一宗涉嫌 是非法去窝床 军火爆炸装置炸药 甚至有一些如果引爆上来 整座楼都可以摧毁 整座楼都可以摧毁 而最近这个恐怖的黑暴揽 就升级了 由3月23日至4月20日 不足一个月 警方已经破获总共有六宗涉嫌 爆炸装置 窝床这些武器枪械爆炸品危险品的案件 最大的一宗就是刚刚在近住 牛头角平石村在一个废置的校舍里面 竟然是寻出在大学里面 失涉的危险爆炸品 包括山埃的燃料等等 如果一旦这些遥控的爆炸装置引爆 这些压力煲炸弹被引爆 将会造成很大很大的伤亡 黑暴揽炒除了在街头 除了是恐怖袭击 还有更加可怕的 他就在网上来去煽动恐吓 那些是新闻界传媒 例如东方集团 例如无线电视 竟然在警方的破获下 已经拘捕了一些人 在网上透过网络的资料 恐吓那些广告商 恐吓那些商户 不要下广告 不要光顺这些商户 不要在东方无线卖广告 公然搞恐怖主义 他们说如果你光顺他 我就在网上说你的商品有问题 你的商品并不货真价实 让他这样恐吓 香港本来是一个自由经济社会 而这样的揽炒就是扼杀香港 因此要解决香港的经济复苏 不是正指政府派一万元这么简单 不是正指政府 是动用将近三千亿去救市就搞得到 一日不解决黑色暴乱 一日不解决政治揽炒 所以我很希望政府一定要对立法会里面 违反这个议员宣誓的誓词 涉嫌触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罪的议员 应当依法跟进检验 绝对不可以高高举起轻轻放低 律政司司长郑逸华 对于在去年六月以来 拘捕现在已经去到将近八千人 这些暴徒这些触犯刑事罪行 特别自然恐怖袭击活动的 麻烦你快点要成立特别法庭 要进行快点去处理检控 如果一日在拖延 一日就等于纵容这些黑色暴乱 将这个黑色暴乱将恐怖主义继续发挥下去 这样香港想不攬炒玩完都很难了 多谢各位